那奔论就把我们去西藏了 所以奔论的这个副分 我们市政府 我们会保有我们市政府 市政府应该有的全力 也不会再说 代表的故事就要更跟 跟整个未来交上 可以牺牲到市政府 也不会 原来是说今天问题 要做一个凶特 我觉得今天你也没有办法去承诺 承诺说百分之三十 你也没有办法去做承诺 那这个问题 要做一个凶特 然后我们会后 再针对这一块 再做另外一个讨论 好 好 时间过很快 这一分钟 那我们的 我给你市政府指导一下 这个高雄 去年这个 5月25日的时候 行政院苏正康院长 这个时候 一定还在担任这个副院长 那高雄 相信非常期待了 高雄的这个防线捷运 在去年5月25日的时候 行政院已经核定了 这个可行性庭部计划 那中央也同意要拨 补助800亿 让高雄的这个交通更便利 那中央在10月份的时候 有要求我们 澄清 国泰 还有这个南京 长达5.2公里 这个路段要做这个高价 那并且呢 考虑以这个轻轨来做替代 那经过前一段时间 地方有很多的反常的声音啊 那高雄市政府 也说会维持原本这个地下化不变 那不是呢 都出了